繼續在比 那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我這邊一樣 設一個中斷點 或者是說 因為我不確定是寫完之後 OK 那我可以先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再執行 或者按F8 偵措裡面有一個F8 你可以讓它組航 然後停在這邊 最下面是4把6 沒錯 然後往 倒過來3 那接下來第一個 這兩個有沒有一樣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李軒跟這個不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 下一個 變成459 459跟458的這兩個不一樣 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會跳什麼 跳 這一個敘述 有沒有 因為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兩個是一樣的資料對不對 Zen 那就把什麼呢 458 給刪掉 所以458刪掉 有沒有 所以458 就被刪掉了 然後再來往下 那Next的話 再來i的話是458 458再往上 反正這樣子跑跑跑 總比 你慢慢看來的快 那如果你把它全部執行完畢 這個中斷點拿掉 全部執行完畢 搞定了 這樣應該會比較快啦 不然的話剛剛那個狀況 如果你要慢慢看 真的非常花時間 第一個啦 花時間之外還要 耗費你的眼力 現在可能看久眼睛都會酸 而且可能 會有白內障的危險 對不對 現在 那個都是 智慧型裝置嘛 所以盡量還是 動動腦 比動眼 來的 更好 所以這個我想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剛好是我之前遇到的一個狀況 馬上就可以刪掉了 OK 主要關鍵應該在這裡 i-1 所以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 如何刪除 重複簽到的問題 那這個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範例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雲端的 雲端的這個表單 有沒有 這個表單 那實際上將來 你們那個表單 也可以遷入到部落格 或遷入到那個 就是網站裡面 然後它的資料會跑到哪裡呢 資料會跑到我們的 雲端 就是硬碟的那個 Excel裡面 那你可以再把它下載下來 有沒有下載下來 它有點像資料庫 你下載就是Excel檔 可以再到Excel檔裡面呢 去做完剛剛的動作 就可以 再把它重複刪掉 完成我們要的動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你身邊 手邊有沒有什麼 是有重複資料的 這種 例子 然後呢 也可以試試看 那我也把這個 刪除重複 簽到的這個 這段程式 看乾脆把它 放在那個 就是 增減體重 反向刪除這邊 如果各位有需要參考的話 那你也可以找一些 相關的範例 來做練習 如果你有那個 重複資料的部分 這樣的話其實就 很快可以幫你刪完了 我覺得總比你慢慢在那邊 看來的好多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喔 每天真的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要比較 要把它刪掉 比較刪掉 然後每天如果你要一直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我建議啦 你乾脆寫一個VBA程式 兩下就做完了 OK 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 好